今儿跟大伙聊一部泰国的恐怖片《恶魔的一属三》 回应最新 本篇跟第二部《鞋匠无缝前接》 揭示了男主铁锤的后妈春花是如何被人下降头的 又是怎么走火入魔呢 狗盛是一个勤奋好学的年轻巫师 平时没什么不良嗜好 把主要的精力全都用在了专业业务上 由于对巫术过于的痴迷 这哥们最近有点走火入魔了 当他听说三眼神可以控制降头术之后 马上就把老巫师王大白给把架 逼着王大白把三眼神交给他 这王大白是有苦说不出 因为三眼神根本就不在他的体内 可不管他怎么解释狗上就是不信 最后可怜的王大白被狗上残忍的杀害 铁锤的小于东梅是一家医院的护士 自打铁锤的妈咪她的姐姐冷淡时死了之后 她一直在丑机会报复春花 春花是铁锤的后妈 自打老婆冷淡时死了之后 铁锤的老爸马上就把春花取进门了 因此对于姐姐冷淡时的离奇死亡 东梅一直认为是春花和自己的姐夫联手谋杀 春花现在的日子也不好过 因为颜值太高气质风糟 所以不断地遭到一些男性的骚扰 这些男人为了得到春花 都会花高价请无事给春花下降头 被下了降头的春花只能任人摆布 由于多次被下降头 此时的春花已经快成健身命了 正在东梅的医院接受治疗了 转过天 东梅和老公毛蛋哥把铁锤接回了家 自从铁锤的老爸跟春花结婚之后 这铁锤之间已经有十年没回家 铁锤的老爷是个巨老头 虽然他闺女冷淡婶已经死了十年 但老头依然没有放弃 一直保存着冷淡婶的尸体 等待着实际成熟让女儿死而活生 这次把铁锤叫回来 目的就是帮助冷淡婶化昏 到家之后 铁锤还见到了会巫术的太姥姥 这太姥姥由于法力高强啊 至今仍是吃麻麻将身体不棒 吃过饭之后 铁锤开始在附近下溜达 他来到家里的仓库 发现他妈咪冷淡婶的尸体 居然被他老爷一直用盐保存着 老爷说万事俱备只欠冬风了 现在只要找到用来招魂的降头术 你妈咪就可以回来了 原来在十年前 冷淡婶刚死的时候 铁锤的老爷就为女儿招过一次魂 当时请的降头时就是狗生 招魂的方式是这样 必须先找个大伙人 把这个人的灵魂赶出去 然后把冷淡婶的灵魂放进来 这样冷淡婶就可以存活于 这个人的肉体当中了 招魂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 那就是必须让死者的孩子念咒语 铁锤当时由于年龄小 坑吃了半天 咒语也没念过 因此当年的那场招魂失败了 现如今铁锤已经长大成人了 只要不缺心眼 念咒语这种事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到了晚上 东梅把冷淡婶的日记交给了铁锤 冷淡婶在日记中说 本来家里是一片和谐 一家人其乐融融 小日子过得挺幸福的 直到有这么一天 当年还是学生的东梅想当护人 于是铁锤的老爸就去医院找领导 想给东梅找一个家庭教师 于是领导就把刚来医院上班的冲花 推荐给了铁锤的老爸 铁锤的老爸对冲花是一见钟情欲罢不得 荷尔蒙当时就非得了 从此之后 冲花会经常到铁锤家 交东梅关于护士方面的支持 一来二去 铁锤的老爸开始蠢蠢欲动了 并且最终向冲花伸出了魔罩 为了把冲花取回家 铁锤的老爸在他老妈的点拨下 不仅找巫师给冲花下了降头 而且还吓要把铁锤的妈咪冷淡室给毒死 冷淡室在日记中告诉铁锤 自己并非自然死亡 而是被他老爸给毒死 目的就是为了跟春花结婚 哎呀 这冷淡室喝了药之后 几分钟就嗝的屁了 咱也不知道这位大姐 是怎么在临死前写了这篇日记 因此对于铁锤一家人来说 春花就是他们不共戴天的丑人 其实这个春花也挺不幸的 由于太多男人给他下降头 搞得他生无如死 为了彻底解决掉这个问题 春花拜访了一位高人 高人说如果想解除降头 那么就必须把下降头的巫师给吃了 但是这样一来 这个巫师的力量 就会附在春花的身上 这种力量会让春花逐渐失去理智 换句话来说 春花吃了巫师之后 巫师的法力便附在了他的身上 他不仅变成了一个巫婆 而且那法力无边的三眼神 也进入了他体内 只不过这一切啊 春花刚开始并不知道 转过天 铁锤的老爷花大价钱 把巫师狗盛请到了家里 然后东梅把春花从医院给透露出来 他们想让冷淡神的灵魂 附在春花的身上 此时的春花已经怀了 铁锤老爸的骨血了 这东梅也够狠的 为了替姐姐报仇 把自己这位昔日的家庭教师 强行给堕了他呀 紧接着巫师狗盛开始进行招魂的仪式 而在这个过程中 狗盛意外地发现 三眼神居然在春花的体内 这可是他梦寐以求的东西 铁锤顺利地念出了咒语 冷淡神的灵魂最终附在了春花的身上 而春花的灵魂则被狗盛封印在了镜子里 冷淡神终于回来了 把一家人可高兴害了 狗盛说你们抓紧时间 把冷淡神的尸体烧掉 然后把镜子和剁下来的胎儿给埋了 以绝后患 晚上东梅的老公毛蛋哥 去埋镜子和胎儿的时候 不远处突然传来了一声鬼叫 把毛蛋哥当时就吓尿 扔下铁锤仨子就溜了 冷淡神附在春花身上之后 马上找到了毒死自己的老公 被折磨得生不如死的铁锤老爸 实在受不了 于是便开箱次查了 还魂这事刚开始一切都挺顺利 家里又恢复了久违的笑声 可这玩意毕竟是旁门左道 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不可能就这么算 尤其是无始狗盛 一直想得到春花体内的三眼神 由于狗盛频繁地给别人下降头 因此自身产生了很大的副作用 如果想恢复身体 那就必须利用三眼神来碰你 没过多久 附在春花身上的冷淡神就开始不正常了 铁锤的太姥姥说 冷淡神都死了13年 这么突然一复活 肯定有很多的不失眼 你把他跟住了 我往他身上撒点圣水试试看 铁锤的太姥姥是老巫神 虽然这些年业务有些荒废 但多多少少还是有点手段 经过他的安抚 冷淡神的情绪明显稳定多了 为了得到春花体内的三眼神 巫师狗盛趁着月黑风高 把拥有冷淡神灵魂的春花给绑架 然后利用巫术把冷淡神的灵魂 从春花的体内捡走 把冷淡神的灵魂撵出去之后 狗盛就打算把春花体内的三眼神给取出来 可就在这个时候 铁锤突然出现坏了的老巫 而与此同时 那个没有被埋掉的镜子被打碎了 封印在镜子里的春花的灵魂趁机窜了出 春花的灵魂归位之后功力大增了 猛的一发功就把狗盛给打不好了 随后春花展开了复仇形 把铁锤的老爷太姥姥和小姨都没两口的 气来咔嚓选给啥 巫师狗盛本来想趁花打劫 把春花体内的三眼神据为己有 但此时的春花已经开了挂了 而且法力明显在狗盛之上 这哥们扛顾住春花的随随念 算是彻底领了好汉 最后春花马不停蹄把铁锤给收拾了 在高僧的教诲下 铁锤的灵魂才明白自己错在了什么地方 这部影片是恶魔的一属邪将的前段 在这之后 铁锤的鬼魂回到学校 邀请同学们来家里玩 已经失去理智的春花将再次大开杀戒 那么这个春花为什么那么受男人的欢迎呢 这里面其实有不可告人的原因 原来春花小时候不仅不受人待见 还经常被欺负 为了让所有人都喜欢自己 春花请巫师给自己下枪头 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 人见人爱滑见滑海的文人迷 春花给自己下的这个枪头 最终成为了他悲惨一生的起因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守唐诗压剑 做人必须走正道 千万不能吓唬他 为了利益去害人 迟早有天遭恶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